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重要的重点 跟一个主题是谈到文化 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其实 一个世界的文化的产生 它并不是突然间出现的 它是慢慢慢慢形成 但它有一个核心价值 我们今天会聊到这件事情 通常你会觉得 你对于很多事情感到软弱无力的原因 是因为文化 干嘛不是文化 你对很多事情它的形成 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抗衡 是因为有的时候是因为文化的关系 所以当你开始明白你的信仰 在经历到福音的更新之后 你也要明白一件事情 是你开始能够对文化有一些的影响 你甚至能够开始在文化当中 能够成为一个很棒的一个创造者 再次给你旁边说 你是很有影响力的 你要影响这个世界 好 我们要先进到第一个部分 我们要来提到什么叫做福音更新好吗 来一起读好不好 一杯 请 很多人的生命中是这样子 他认识他过他的生活 今天他遇到了耶稣 然后他进到了一个属于基督教的生活圈 他的生命中没有任何的改变 他只是什么呢 他的习惯改变了 他的交友圈改变了 但是他的结果没有改变 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之后 仍然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之后 我感觉我生命中应该要 突然有很大的转变 怎么我还是经历到这样子的结果 我在公司上面仍然不被重用 我可能仍然在贫穷里面 我成绩仍然不好 我人缘仍然不好 为什么会这样子 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被福音更新 你只是借着信仰进到下一个生活圈 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好 当你开始认识了耶稣 你看今天有一个很大的爆炸点 这个十字架 你认识了耶稣之后 随着你越来越发的认识 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中 原来你认为的圣洁 跟上帝的圣洁比起来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上帝的圣洁远超过你的想象 然后你会发现 你即便想要做个好人 但是你知道你的生命中 不断地产生了 你越发的明白上帝圣洁 你就越知道自己生命中 到底有多少的罪 如果你只是经过福音 如果你认识了耶稣 你觉得福音是一个非常好 途径帮助你进到下一个阶段 你没有在福音当中 你的耶稣 你的福音 没有办法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跟朋友说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 我告诉你耶稣 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可是很多的人信耶稣之后 他认为耶稣只能够做 他觉得可以做的事 所以你的代祷永远都是什么 都是世界和平 这很难对不对 因为代祷都是什么 都是这个身体健康 合家如意 你不敢把你的经济 不敢把你的许多事情 交在上帝的手中 你甚至不敢祷告 你的病会得医治 你只敢求什么 心情开心 你意识到耶稣的圣洁 你就可能开始以行为称义 如果福音不能解决你的问题的话 OK 如果福音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你会开始低估 并且你会开始忽视 你生命中所有的软弱 但是这是一个奇怪 这也是一个不适当的方式 因为他会进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往下好不好 他会进到自我救赎 我很简短的跟你做一个解释 就是你因为挫折带来的痛苦 而你的挫折 你认为福音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耶稣没有办法 没有任何人可以扶贫你生命中的挫折 所以你需要一个快速止痛的方式 让自己觉得有被安慰到 这个就叫做自我救赎 简单讲 耶稣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 所以我要自己救赎自己 可是我们都知道这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现在还深陷其中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信仰只有经过耶稣 你并没有在福音的里面 可以谈说我要在福音的里面 所以你开始学习 如果你在福音的里面 你要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就是没有事情耶稣不能处理的 各位弟兄姐妹 你看看我好不好 请帮助我往下这张图 我开始越发的学会一个结论 你知道在经历过一个绝望之后 再经历到注意看着我 经历到你自己能力的尽头 你知道你做不了什么的时候 你才会学习仰望上帝 耶稣可以解决你生命中所有的问题 所以你越发的认识上帝的圣洁 你会说主啊 你的圣洁遮盖我 你的宝血涂抹洁净我 你并不会开始用自己的行为 因为你知道你的好行为 是因为你甘心乐意 而不是给别人看的 让我来告诉你 处境是硬体 文化是软体 而且文化不是一系间养成的 职堂或者是在很多时尚 有课堂的预备 但是也有沙场上的学习 所以唯有你进到了食物当中 你才会真正明白 当时理论产生是怎么发生的 所以让我来告诉你 当你开始熟悉 注意看着我熟悉游戏规则 换句话说叫做文化 跟他说文化 文化其实就是一个规则 当你开始熟悉之后 对于你的各样事情 包括你的开拓 包括你的服饰 包括你在公司 包括你在学校 会有极大的帮助 我们往下看好不好 来一起读好不好 预备 请 文化的态度 形塑了我们的事工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对文化的态度会影响 也会形塑你所有的发展 文化没有好或不好 文化也可以被改变 你要开始明白 进到当中 并且成为很多的帮助 来我们往下看好不好 我要你明白一个基督教的文化 基督徒的文化 看着我好不好 你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 来一起读 预备 请 我们身处这个世界 却不属这个世界 我告诉你文化就是这样子 永远就是强的影响弱的 看着我强的影响弱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不能影响别人 你就会被影响 就这么简单 而你在你 以基督徒的一个身份当中 你要明白 你虽然在这当中 但是你却不属这里 因为你有一个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你有永恒的里面 我要开始在这个世界当中 开始实践我的信仰 并且学习我怎么更多的认识上帝 这是我的功课 第二件事情是 你开始要能够成为别人的影响力 你要传福音给其他的人 让别人也能够认识耶稣 这是你留在世上的最主要的两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在这世上 你已经信了耶稣 但是你把耶稣成为一个 你可以猪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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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的一个工具的话 你就会很可惜 是因为你明明就看见了永生之道 你却在这地上做你自己的事情 你没有办法用你的生命去认识 实践你的信仰 然后呢 接下来 你的存在也没有办法使其他人蒙福 这是有点可惜的 你要明白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角色 你是身处这个世界 却不属这个世界 你在这世界有一些功能的 我不单单只是赚钱而已 我不单单只是找一个好的学历 好的工作 好的名声 我在这当中我要实践我的信仰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要让别人也能够看见耶稣 帮他一把 如果耶稣真的这么棒 为什么你要吝啬地去跟别人分享呢 所以这就是文化的产生 我要跟你分享你是在这个世界 却不属的世界 所以你对这个世界的文化有一个 要起一个改变的功能跟作用 看看你旁边的基督徒 你跟他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你要改变这个地方 如果上帝连我都可以用 我相信对你来说不会有什么困难 保罗在进到雅典 进到希腊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一个全完人不同的文化 但保罗却做了一篇非常 非常有影响力的讲道 而他的讲道看起来没有办法带很多人信主 但是保罗却埋下了很多的种子 让那个地方都很大的改变 让我们来看好不好 经文一起来读 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到十八节一起读一杯 请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 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就心里着急 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 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 还有伊毕九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 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 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 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 好你们先看着我 我要告诉你一个前情提要 保罗开始的服事进到了欧洲 他在许多的教会 他的有很多的影响力 他都先到犹太人会堂去讲 谈到耶稣 谈到这个复活的道 谈到永生 那他现在到了一个很完全不同的文化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们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想法去跟别人沟通 但是别人说你这公杀毁 保罗现在经历到这样的事情 保罗到了雅典 雅典是众神崇拜 甚至你看到非常多的这种 什么各样的欧洲的神你知道吗 我们看到希腊神话 这就是你现在要进到他的发源地 而保罗进到了雅典你知道 雅典城等一下我会让你看地图 雅典城的旁边 他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宙斯神庙 所以他等于到了什么 到了别人的一个信仰的核心地带 你怎么在当中有好的表达 保罗看到 保罗到雅典等候他的同工来的时候 看见什么来 注意看满城都是偶像 因为他们说偶像 满城都是 不是只有一个两个 是全部都是 因为他们是犯神论 全部都是神 各式各样的神 保罗看了心里面 上面写了 着急 这个字翻得很好 但这字翻的我来帮助你修正一下 回到我们的原文好不好看一下 原来的意思 其实没有着急这么缓和好吗 他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愤态 他甚至觉得什么 怒火中生 他觉得他被刺激了 他是坐不住的 所以他的着急 没有翻译当中这么的温和 我问一个问题 他今天保罗的情绪 其实是非常激动的 但是保罗的论述却是非常的有逻辑 OK 然后呢 我们回到上面的经文 你看到他很着急 于是他开始在会堂 跟犹太人 跟敬前的人 还有每个 还跟你旁边说 在世上所遇见的人 所以他这次 他不单单只是 在他的习惯的地方 这个世上 就是可能是在路上 换句话说 叫做水走 水船 他看到每一个人 他就会跟他讲 因为他心里面交集 他对这个福音 有太多太多的 这个背负的这个福音的在 他觉得如果我没有办法跟你讲清楚 万一我遇到什么事情 我就没有办法面对上帝 他心里急 你急吗 很多人对福音是不急的 很多人对他生命中改变 是一点都不急的 你能觉得你能活多久 我们都觉得明天后天 我们做了很长的规划 你能知道你能活多久 你不急吗 我很急 我超急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等一下耶稣就来 我们要怎么看待 怎么看待我们现在的生命 你怎么交账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很难 我希望主再延迟他的时间 但我很急 大家的原文 这个原文的时代 是一个未完成事 来注意告诉你 所以他是一个持续性的 表达说保罗是持续性的着急 持续性的怒火中烧 持续性的被刺激 这是一个持续性的 然后呢他到世上 他不单单只是个犹太人 他就跟许多人 他看到他就讲 于是就接触到了两个重要的学派 在当时希腊文化当中 有几个重要的学派 看到这个伊比丘鲁学派 让我来简单告诉你 他的原意跟被解读是完全不同 他原来讲的是快乐 干嘛说快乐 他指的快乐 他的快乐的意思是 内心遇到极大的瓶颈 所以伊比丘鲁他的模式是什么呢 他的快乐就是我即便吃 不吃饭 不吃不喝 我即便吃得很糟糕 我都很快乐 因为我寻求的是内心的平静 他的快乐跟享乐不太一样 好吗 然后呢他也有一个 他的状态就是降低 注意看我 他的快乐一定不是你期待的 他的快乐是降低欲望 来让身心灵静的一个自由的状态 可是呢他因为他是一个 他认为世界是物质组成 没有来世也没有审判 所以他常常被误解为重欲主义 所以他原来的原意并不是这样 但是通常被我们谈到伊比丘鲁 可能大家会认为是一个比较重欲型的 所以他是一个这个部分的代表 那他用这个方式来看待 所有的世界 没有来生 没有未来 就是在这一生 追求心灵的平静 追求心灵的快乐 不是完全的享乐 这是伊比丘鲁的学派 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学派叫做什么 叫做斯多亚学派 斯多亚学派是认为什么 他是一个禁欲主义 一个叫做禁欲主义 所以他其实基本上是两个 不同的天平的两端 他们认为人生在世就是要乐天之命 顺其自然 所以一切事情就是 要让自己跟着这个世界 他就觉得这是完全没有问题 那我就是跟所谓的非物质的神合作了 所以这两个学派 保罗就跟他们辩论 这两个学派都不承认有造物主 那怎么办 但这两个学派其实在当时非常的强大 有非常多的信徒 你来到一个看似文化这么跟你的信仰完全不同的地方 请问你要该做些什么 来注意看我你该做些什么 你焦急啊 那你要怎么做 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做好不好 往下看 保罗因为开始跟其他人开始辩论开始传 以至于有人开始对他产生了好奇 我们继续往下一起读好不好 预备请 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八股说 你所讲的这心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 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他们把他带到亚略八股 然后我告诉你 他们邀请他的原因很简单 你有一些奇怪的事情传到我的耳朵 有没有可能你今天被邀请是因为你很奇怪 有人希望是因为很奇怪被邀请的吗 诶 某某弟兄可以来我们这里演讲吗 因为我们觉得脑筋不太正常 你会说太好了 感谢 保罗并没有觉得介意哦 保罗说没关系 奇怪的事情是因为你们还不明白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各位看着我好不好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是一个被福音更新 你对文化要有负担的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是你来改变文化 不是文化改变你 现在的文化怎么样不重要 但是圣灵与你同在 你就会有极大能力 可以开始翻转这个地方 各位你知道吗 强强连手很容易 要跟一些很厉害的人在一起 要进到很多的公司 大家都在一起很棒 可是有没有可能上帝要用你 来改变你周遭的环境 当你看到你的环境 当你看到你的工作 看到你的学校 全部都是偶像的时候 你该做些什么 专学吗 离职吗 可以啊 有没有可能上帝要猜判你 来改变这些人 因为他讲了一个奇怪 因为他讲了一个新的东西 以至于这些人 这些人在雅典当中 在市中心 这些人都不是泛夫走卒的 这些人都是什么 都是有影响力的人 他说你们讲的 我想听听 我觉得很奇怪 我想听听 来我带你到雅略八股 雅略八股 它是一个复合字 它原来的意思就是什么 雅略是谁 雅略是战神 希腊的战神就是雅略 那雅略八股的意思是 属雅略的山丘 来你们可以跟着我好不好 跟着我 这里面你看见的 这个地方就是雅典 雅典城 雅典城呢 这边是一个保卫的位层 这个地方是雅典的市区 这里是一个山丘 就是雅略八股 然后下面呢 这个地方是市集 这个地方呢 的对面就是神庙 阿波罗神庙 还有你看见的 宙师的神庙 所以他们把保罗带到雅略八股 是有意义的 这个地方是城市的市中心 那雅略八股是什么呢 雅略八股不单单只是你谈到的 叫做雅略的山丘 战神之巅 火星山丘之类的 这个地方是希腊雅典 在开会 最高还有最高法院的所在 基本上它就很像是立法院 大概是这个概念好吗 立法院这种国会殿堂 然后呢 所以所有的管理阶层 会来到雅典在这里开会 跟旁边说雅略八股 这个地方是一个政治的中心 也是一个立法的中心 这个地方是所有的议员 他基本上来到这里 全部都是知识分子 而且全部都是权贵 你要怎么改变文化 你开始要跟他们对函 各位你们绝对有能力做得到 你们要学习开始领受圣灵 我们要看看保罗是怎么做的 这个地方雅略八股 后来开始除非有一些刑案 有些比较重大的事情 才会在这个山丘 那以后雅略八股 也就俗称叫什么议会 懂吗 所以雅典的立法院 雅典的议会就称作雅略八股 他原来开始是在这个山丘 开始的议会 后来这个地方主要是做审理一些案件 那如果开的是议会 他可能会在在卫城的附近 这样了解吗 可以好像说雅略八股 这是政治的中心 政治的中心 保罗进到政治的中心 对这些人说话 来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来一起读好不好 二十二节跟二十八节一起预备 请 保罗站在雅略邦谷当中说 众位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我游行的时候 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 为是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救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胡适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主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 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Amen 这是什么呢 这是保罗的引言 来注意看我现在 我重新的整理一下 你们跟着我好不好 保罗进到了一个 完全的异文化 这里呢 不单单是一个异文化 有各种不同的学论 有各种不同的伶领 有各种不同领域的偶像 然后呢 他现在要对这边文化的 政治的核心说话 所以有几种模式 一种就是自己讲自己的 不管对方跟你什么反应 都跟他说新耶稣得永生 也可以 但是效果好不好 不好 你可以对自己觉得自己有交障 可是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文化 于是保罗用得非常清楚 而且等一下我会 我会做一个论证 首先他谈的是什么呢 他说 各位雅典人啊 我看见你们敬拜有一座 有一个叫做卫士之神 换句话说 就是有一些神我们不认识 所以保罗从这里切入 这个地方是有我去做历史的考证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什么 Posenius这个希腊的作家有记载 雅典真的有供奉 叫做卫士的诸神明 他是叫做用S 卫士的诸神 所以他们的确有这样的东西 那保罗从这个角度切入 他没有跟你讲说 你们那都是假的 我们这个是独一真神 听起来是正确的 可是这个方式切入点 我认为是不够聪明 保罗是说 你们所看到的 说的偶像说的东西 我知道你们的信仰 但是我告诉你 你们既然有拜一个叫做卫士 你们不懂的不认识的 今天让我来告诉你 是不是看起来就比较合理 保罗用了这个方式切入之后 他说 他说了什么呢 他说你们所不认识 但是你已经在拜的 我告诉你到底是谁 这个人是什么呢 来跟你旁边一起来读24节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我刚刚已经给你们看到 雅略八谷的这个地形 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 他说那个你们不认识的神 就是创造主 他既然是创造主 他就指着对面的神庙 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所以这句话会对当时雅典人 会有一些冲击啊 你现在看见的可能是文字 但是当我把现况形容给你的时候 你就明白 他在明明的挑战这些 他说他们是偶像 但是你所不认识那位神 是创造神 跟你旁边说创造神 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然后他说了什么呢 他说了他用了他讲说 他将生命弃习万物赐给万人 一本造出万主的人 然后接下来说什么 他离我们不远 他离我们不远的 这里有黄体字28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备 请 他用的是另外的作家 你懂吗 他引用了别人的文献 来说服你 告诉你说 你看 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拜的 卫士之神 换句话说 我今天跟你分享的每件事情 在网路上都找到 谁谁说过什么事情 我用的是稳献探导的方式 来告诉你 这个神的确存在 所以这句话是谁说的呢 这句话是以比曼尼斯讲的 他说我们的生活动作 存留都在乎他 这是保罗引用他的 曾经说过的话 下一句话 那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这是谁呢 这是雅里达斯说过的 所以保罗清楚地引用了 这一些雅典人的文化 跟朋友说文化 各位 你遇到一个情况 你会觉得沮丧 是因为你看现在 文化是无法改变的 可是我告诉你 神的灵在你身上 你是一个被福音更新的人 你对文化有一份义务啊 你是可以做些什么的 当你看到你的公司都是一个 都是拍马屁的文化 你可以改变什么 但是你不用进来 哈哈你们这拍马屁的人 离开 我觉得那不太聪明 当你看到你的整个学校 都在作弊的时候 当你看到整个官僚文化 都是在什么 都是在收费的时候 你可以改变这个地方的 我知道你看到心理交集 像保罗一样 但是你有没有办法应用保罗 上帝给他的智慧 来成为这地方的改变者 跟朋友说福音是一切的大能 你可以改变这个文化的 保罗做了这样的事情 来我告诉你 传福音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像 就是共鸣 跟朋友说共鸣 传福音有时候需要的是共鸣 我们在同一个角度 我们在同一个的一个学理 我们在同一个生活的环境当中 我比较会有人有共鸣 很多人传福音 他怎么传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 你在家叮咚把门打开 看有一个人跟你说 你好 我可以跟你讲两分钟福音 你说不行 然后你要把门关起来 他就听你说 你不是耶稣 你会下地狱 这时候你会把门打开 对不对 就会送他先下去 你会不会做这动作 你会觉得被冒犯啊 为什么明明是好的福音 可是你却觉得不开心呢 因为他用的模式 他没有跟你有共鸣啊 他没有跟你有共鸣 来我告诉你 很多热心传福音的人 都是自顾自的说 各位你如果传福音 遇到一些问题 有没有可能 你跟他根本没有对话的空间啊 哎呀弟兄来了 要邀请你来到我们教会啊 然后他跟你说 他最近心情很不好 哎呀没关系 新耶稣啊 新耶稣得永生啊 新耶稣最得赦免啊 他说可是我最近 你知道我最近财务上有些问题 没有问题新耶稣得永生啊 新耶稣上天堂啊 你没有在同一个地方 他跟你说 他最近工作上遇到一些挑战 他学业上 我觉得我怎么读都读不起来 我觉得我好像 我是不是很笨 哎呀没有关系啊 新耶稣得永生啊 你知道有的时候 我们当中没有共鸣 对方感受不到 对方没有办法体验到 福音是上帝一切的大能 看看保罗好不好 看看学长 来跟你旁边人说 我被使用要来改变这边的文化 开始有共鸣 开始看见一件事情就是 我要考量到对方的文化背景 家庭 这是保罗改变文化很重要的开始 我们继续往下看 他前面既然已经说了 他说你们讲的那个神 我今天介绍给你 这个神是创造主 而这个神呢 他对你有一些的期待 他对你 他有一些的 他一本造出万组 而且这些诗人的确都有写过 这是上帝存在的痕迹 他接下来说了什么呢 继续往下读一杯 请 保罗做了什么呢 来注意看见三个要素 三个要素 这是保罗讲到很重要的关键 第一件事情 他做什么呢 他用了卫士之神 作为桥梁 Amen 跟你们说桥梁 桥梁的意思就是 我跟你的共通点 我不是站在一个统治者的角度 来告诉你 我也不是站在一个很卑微的方式 来恳求你信耶稣 而是我跟你站在同一个地方 我们一起来遇见我们的神 桥梁很重要 有的时候你 如果没有办法跟他感同身受 没有办法在他的世界当中 给他帮助 你就会变成一个 自己说自己开心的人 保罗先用的桥梁开始 接下来他把造物主的观念什么 引进去 跟你们旁边说观念 观念 有一个东西 是我们的共通点 而现在我要把新的概念给你 然后呢 他接下来要说清楚 他说清楚了 就是成名这件事情 就是陈述 跟朋友说陈述 你需要桥梁 然后你需要什么 观念 需要陈述 你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 然后你需要把一个新的观念 一个正确的观念给他 但是你的讲话的方式 陈述的方式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后来这里面 他陈述了什么 你既然是上帝所创造的 你是上帝所生的 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 向人用手艺 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 他清楚地讲明了这些的道理 而且他告诉你一件事情 他说 当初世人愚昧无知的时候 上帝不会不跟你计较 但是他定了日子 跟你们说定了日子 所以他要按着公义审判天下 他叫他从私利复活 他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也告诉你 之前是之前 现在耶稣已经来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是凡事都有按照 耶稣的规划跟他的季节 所以你接下来有一天 你要脚掌 他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他说造物者 允许我们曾经的无知 但是不是无限制的宽容 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 透过私利复活 他就要来进到审判 哇 接下来怎么办 继续往下 来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 预备 请 众人听见从私利复活的话 就有计较他的 也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 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 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 还有别人一同信从 我跟你说当你传福音 当你尝试改变这个环境跟文化的时候 有些人会把你当作疯子 就像很多人这样看我一样 有些人呢会跟随你 有些人会来认识你 有些人跟你保持一个距离 他不会相信你说的话 但他想跟你做朋友 各位你在这世上 当你开始捍卫你的信仰 甚至你开始 你尝试去以福音来改变文化的时候 你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不要觉得难过 也不要觉得好像 这就是现实 有些人对保罗所讲的嗤之以鼻 为什么他们会嗤之以鼻 因为希腊人相信灵魂不灭 但是他们不相信身体会复活 在后来产生了诺斯底主义 这种所谓 就是希腊文原来知识的意思 他们有一个概念 注意看着我 他们认为灵魂是圣洁的 所以会犯罪都是肉体害的 你知道懂吗 灵魂是高贵的 肉体是软弱的 你看到所有的情欲 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于你的肉体 所以有一天当你死的时候 你就会圣洁 灵魂是OK的 肉体是不OK的 那么所以他们之前 有一个很大的异端 叫做幻影论 他们认为耶稣是没有身体的 因为按照希腊人的角度来看 这么圣洁的上帝怎么会有身体 你能了解 这是当时一个异端 但我告诉你 希腊人一直都认为灵魂不灭 但是他们不认为身体会复活 所以他们就嘲笑保罗 他说你讲的那是什么东西 他笑一笑 听听就好了 听听就好了 然后一哄而散 有些人攻击 有些人嘲笑保罗 但有些人被得着了 这些人是当得平安之人 我们看看有谁 他上面写了什么 他说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 其实亚略巴古的官 就是亚略巴古的议员 跟他们说议员 他是议员 他信了耶稣 他就开始跟着保罗 这个丢尼修是雅典的第一任的主教 所以他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这个人就改变这个地方 丢尼修是什么意思 丢尼修原来的意思就是奉献给九神 所以他原来他的名字是带着其他偶像的意思 可是耶稣却成功地进入他的生命中 改变他的未来 他成为雅典的第一任的主教 而大玛里这个人 这个原来的原文是小母牛 她是希腊女性常用的名字 我让你知道一下 而我不认为大玛里就是一个 一个很平常的妇人 她会在亚略巴古听到 基本上她应该也是权位当中 所以我要告诉你 保罗有些人 讲了这么久 只有两个人 信耶稣 你觉得这个步道成不成功 如果按照投资报酬率 看起来好像不太成功对不对 但是我要告诉你在圣经上面 注意看我在圣经当中 保罗在雅典只有待了一段时间 他接下来去了哪里 他接下来去了这个哥林多跟以弗所 分别待了十八个月跟两年 但是路加没有记载任何保罗的一篇讲道 这证明一件事情 路加认为保罗在雅典的这一篇讲道 是堪称他的代表作 怎么说呢 他是一个处境神学画面的讲道的呈现 换句话说 你会知道在基督的信仰当中 在任何的地方都是管用的 跟你旁边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你的耶稣不会只有在教会 然后出不了教会 带不进去你的工作 带不进去你的学校 你的耶稣哪里都在 保罗成功地告诉了别人 他面对不同信仰的人 他也可以跟他讲真理 各位你会不会有遇到一个状况 你信耶稣 他信别的 井水不犯河水 我们彼此尊重不互相往来 可是保罗却告诉你一件事情 其实你可以告诉他 你可以告诉他好吗 即便他的信仰跟你不同 你可以告诉他 让他认识这位耶稣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因为福音是一切的大能 不是说我尊重你 我尊重你 但是我要告诉你 而你的结果 不是我要承担的 所以你知道 当他被处勇到雅略八股 这么多人听他讲完之后 笑耶 但是有两个人留下来 这两个人就改变了雅典 各位不要轻看你手边的工作 不要轻看你传福音的人 有的时候上帝会使用你 上帝会使用他 成为一个很多地方的改变的开始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 跟你旁边说 福音是一切的大能 上帝要用你 上帝要用你改变这个环境 上帝要用你成为福音的使者 所以这是保罗在外邦人中的代表作 好 接下来我要谈到几个议题 我们往下看 你的神学观 如何看待我们现在的文化呢 你现在遇到的是什么文化 我想每个人的遇到的不一定完全一样 你的公司文化 职场文化 对不对 学校的文化 你家里面所创造的话 你的神学观怎么看待这个文化 来往下看 从你从小到大所遇到的每件事情 你可以采取正面的观点 你可以采取负面的观点 你可以用两种方式 也许你看到的是负面的现象 往下好不好 就像保罗一样啊 保罗来到了雅典 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偶像崇拜 然后众神伶俐 而且这些你知道 我看过读过希腊神话 希腊神话通常都是很荒淫的 你看到这就是人类的 罪跟肉体的情欲所呈现出来 你知道他们这个地方 保罗看到他很着急啊 你在面对许多看起来很不OK 很不友善的环境中 你该怎么处理 可能它是很负面 你有没有可能从小 是在庙里面长大的 你有没有可能从小 你的附近全部都是一个 你在一个贫穷的地方长大 然后你在一个全部都是 拜偶像的地方长大的 它可以成为你很负面 可是你知道我就是这样 你也可以变成说 上帝要拆遣你拯救这个地方 你知道所有的负面的观点 也可以变成正面的输出 所以让我来告诉你 你怎么看待文化非常的重要 保罗在雅典就是这样子 他的文化处境看见他急 但是他仍然用智慧 上帝给他这样的恩典 让他来做 你可以 跟你旁边说 我是文化的宣教士 但是刚刚谈到如果你过度的认同文化 或者是消极的看待文化 这两种模式可以往下看 你会进到福音的两个敌人 一个是进到我完全认同捍卫他 你会变成一个律法主义的 我完全漠视我不在乎 你可能会变成一个相对主义 这是我们福音的两个敌人 福音不是左或右 福音在中间 文化有层次 文化是有层次的 你在哪一个层次 也就说明了你在哪一个角色 我会按照从浅层 慢慢地往下看 然后呢 第一个文化叫做生活文化 干嘛说生活文化 Life Culture 这个生活文化主要是什么呢 食衣住行 比较浅层的文化 好不好 饮食文化什么文化 这都是比较浅层的 这叫生活文化 这个是属于呢 身体的部分 再我们继续往下 往下面看到的时候 你会看到的就是流行文化 刚才旁边说Pop Culture 流行文化 流行文化呢 就是你现在可能看见的什么 流行歌 流行用语 最近网路的网红 所有东西就是Pop Culture 是流行文化 这个比较是什么呢 往下好不好 比较是情感 魂的部分 接下来你看到一个东西叫做高尚文化 这个叫做High Culture 什么叫做高尚文化 高尚文化举凡 注意听哦 成语 还有什么东西 歌剧 音乐剧 交响乐 就是你反正觉得好像 看起来不太懂的东西 好像很酷的东西 它是经过时间考验 注意听它是时间考验过的 来让我来告诉你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流行文化是这一时流行的 然后经过了时间考验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三百年仍然流传的就变成了高尚文化 了解我的意思吗 从原来的生活的文化当中会产生一些流行 我们大家会流行说什么流行用语流行唱什么歌 然后呢 接下来它经过时间的考验就会成为高尚文化 所以你现在听到的一些歌剧 听到一些诗词成语 都是经过时间的考验 这是高尚文化跟流行文化的分野 但它通常都是比较属于魂 比较属于情感的创作 当我们继续往下 进到了更比较深层的部分 你就发现它在这个文化之上在哪里 我们往下看好不好 就是所谓的信仰要不要说信仰 信仰是一个文明很重要的一个信念的基础 比如说像基督教文明 多神文明 无神论 blah blah blah之类的 它就已经进到了是灵的部分 我来往下好不好 帮助我念这段话好吗 预备 请 文明就是信仰渗透到以上各层次的总和 好 这句话先听好 我们回到上一页 当你开始根据你的信仰 然后你开始融入到所有地方 我的高尚文化当中有我的信仰 我的流行文化当中也有我的信仰 比如大家见面不再跟你说 不再来说 哟 what's up 一见见面就说平安 可不可以把平安变成流行文化 Amen 以后见面大家每个人都平安 可不可以把Amen吗 Amen吗 变成流行文化 这是一个文化的改变 当你开始刚刚回 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 文明就是信仰渗透到各层次的总和 所以它不单单只是在生活文化当中 生活文化里面有耶稣 然后流行文化当中有耶稣 然后在你的高尚文化当中也有耶稣 这个就是文明 来 注意看 文明越稳定 社会就稳定 不管它是哪一种信仰 文明只要稳定 社会就稳定 有另外一个词大家记下 叫次文化 干嘛叫次文化 次文化就是不是主流 不是文明 它是另外产生出的东西 而且它脱离 你越脱离那个次文化就会越明显 在我刚刚提到的生活文化 流行文化 高尚文化跟信仰当中 你在哪一个层次最积极 你花多少时间在当中 有没有人这一辈子都在生活文化当中 词和实际住行娱乐 这个就是你的生活文化 穿的衣服啊 对不对 然后你的这个喜欢的东西 这就是你的生活啊 有没有人一天 一辈子都停留在体的里面 第二个问题 你在教会对于信仰的发展 你现在在哪一个层次 第三件事情 世界观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世界观就是我们的眼镜 我的世界观就是我戴着这副眼镜 来看这个世界 你的世界观可能跟我的世界观 不完全一样 那世界观也有可能是 民族经过长久以来 对于世界的诠释 我给你简单的好不好 给你简单的一个世界观定义 往下看 对我而言什么是真的 就是它是眼镜 而一个被福音更新的人 他把这个眼镜更换成耶稣 一个堕落的人 他的眼镜是有问题的 他的眼睛看不清楚 所以他一切都看走样 你知道当你戴错了你的眼镜 或者是你做了错误的矫正 其实你是一个 对世界是一片模糊的人 很多的人的世界观是模糊的 他有一种 第一种叫做属灵近视 跟他说属灵近视 属灵近视 属灵近视是看不到神啊 没有神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神 祂是无神论者 祂可能是人本主义 所以属灵近视就是什么都看不到 神就在你面前 耶稣来到你面前说 你不是神 你明明祷告遇见了一个神 进行说那不是上帝的作为 这是属灵的近视 另外一种 当你眼睛的改变往下 叫做属灵的富士 什么都是神 你会发现耶稣太好了 耶稣来请进 把耶稣做成一个雕刻 然后放在上面 对不对 看到这个谁谁谁 林某娘来来来 你去跟坐在耶稣的旁边 那个石头 石神 对不对 不是石头神 然后那个山神 土神 海神 音响神 这什么 这叫普驾神 然后这个讲台神 凡事都有神 这种就是属灵的富士 他是犯神论 他也可能进入到另外一种 就是神秘主义 有可能是神秘主义 什么东西都很危险 通常如果你的信仰当中 遇到一些偏颇 你会进到神秘主义里面 会犯神论 第三种叫做视野的狭隘 这种视野的狭隘是什么意思呢 他只看到生活的需要 换他说他只看钱 在他的世界观当中 他所有东西都用钱衡量 懂吗 什么东西只有钱 其他不要讲 感情 感情是可以用钱买来的 亲情 亲情是可以用钱买来的 地位 地位可以用钱 他的视野当中只有钱 跟你们说钱 他用钱来衡量这个世界 钱就是他的眼睛 所以当你越有钱 我就对你越好 你没有钱 我根本连看都不看 有些人是用这样的模式 这种是所谓实用论 或是所谓的享乐主义 他们用钱来衡量一切 另外一种往下看 这叫做属灵散光 干啥叫散光 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多属灵的散光 属灵散光是什么呢 他没有聚焦 看着我好不好 各位 他没有聚焦 他的生命没有目标 他没有任何的想法 他是一个活着毫无目标的人 这种人通常是怀疑论 或者是他可能是一种虚无主义的人 你的信仰会决定你的世界观 所以当你的信仰的传承 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正确的信仰会让你的下一代 有正确的选择 各位 你用什么眼镜来看这个世界呢 到底对你来说什么是真的 到底对你来说什么才是正确的世界观呢 我要把这个问题回到你的面前 但是跟你旁边的人说好不好 福音是一切的大能 福音是一切的大能 透过福音来看这个世界 你会得到一个正确的世界观 所以让我来告诉你 你需要进到往下好吗 你需要进到文化的当中 你来到这个世界 你现在信任耶稣 你却仍然没有离开 因为你需要用生命中来做一个实践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开始要对这个文化 是要有影响力的 我给你两个例子往下好不好 第一个就是耶稣 耶稣道成肉身进入到你的世界 我们一起读这段好不好 预备 请 你现在要得着儿子的名分 Amen 耶稣来到我们当中道成肉身 为的是要把我们赎出来 把我们从最赎出来得到儿子的福分 第二个 进入到世界 进入到文化的例子 就是谁呢 就是保罗 来 我们来看 格林多前书9章22节 一起读好不好 预备 请 像软弱的人 我就做软弱的人 为要得软弱的人 像什么样的人 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让我来告诉你 保罗说得很重要 他说我像什么样的人 就做什么样的人 重点是我要把福音带给你 请帮助我第三点好吗 可不可以在今天做一个重要的决定 你会像保罗一样 可能一个人 可能只有少数人 被带到一个异文化 被带到一个你可能不能不喜欢 不能接受的文化或是信仰 或者是一个观念当中 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你要像保罗一样 找到桥梁 Amen 有一个观念 然后你要有一个清楚的陈述 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把福音给他们 但是你不需要为结果而负责 牧师我今天跟三个人讲 三个人都说我是神经病 不要担心这件事情 你就是说你该说的 如果别人信了 感谢主 这不是你决定的 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把福音告诉别人 Amen 所以保罗常常说 弟兄们啊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这句话的含音就是 你可能不会照我所说的做 你可能不会听我所说的每一件事情 但是我要告诉你啊 所以当你来找牧师的时候 你想要聊聊 有的时候你想要听建议 我讲的话我知道 我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我的福事越来越甘甜的原因 是我开始明白一切事情的本相 我知道我今天跟你讲的每个建议 你可能不会理我 但是我要告诉你 因为弟兄嘛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所以就去吧 就去吧好不好 就去传福音 就去告诉别人 福音在你生命中 有何等伟大的事情 进到文化的参与里面 跟我们说进到文化参与当中 进到文化参与当中 我来给你五件事情的提醒 第一件事情就是 福音的爆点要在核心圈 就是深处引爆 它带来的东西 不是外在的行为改变 各位你知道吗 真正福音在你生命中 开始有能力不是因为你开始 礼拜天早上起来做主日 是在你的里面 被福音更新的 在你的里面有一位神 在你的里面 你决定开始要倚靠上帝来过生活 这才是重点 福音要在你的深处引爆 你的人的生命当被福音更新 你就会带来信仰上很大的震动 所以进入很重要 不然它永远都是一种次文化 懂吗 它不会行为文明 它不会成为文化 它永远都是一个次要的东西 新耶稣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不是次要的 所以让我来告诉你 我要把福音放在你生命中最里面 我不会再用外形的行为来解释 你是不是一个合格 或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 我在乎的是你的里面 所以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你的核心当中被福音拥有 进到文化的参与中 第二件事情好不好往下 福音的运动的兴起 开始跟文化职人有关系 什么叫做文化职人 注意看着我 你不用每个人都来到教会当全职同工 我也请你不要都来教会当全职同工 我要你好好的站在你的职场上面 发挥你的影响力 一个福音运动的兴起 不会是从教会而已 而是从全地 从学校开始有人自发性的祷告 有人自发性的传福音 有人自发性的聚集 在职场当中 可不可以开始有祭坛的产生 看见开始扭转你的生意嘛 各位你的生意 你的工作当中有好见证 你就会信别人来信主啊 你能不能够开始期待 在你的生命当中 在你的职场 在你的学校里面 开始有好见证 你被呼召可能在职场 你被呼召可能在全职间教会 上帝呼召你 你就做 所以没有圣俗之分 Amen 你要记得我们的福音运动兴起 跟你的文化职人 你干嘛说文化执政 在你所在的地方 发挥你的长处 发挥你的影响力 成为这个世代 在你的所在地的包罗 这是第二个部分我要提醒 第三个我要看到你 一个福音运动的产生 来注意听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由你深层的信仰定义一切 记得吗 在很核心的里面 看到所有的东西 文化是一个转化 而不是消灭其他文化 你不是去消灭其他人 去转化他 跟你旁边说转化 第四件事情我要来跟你分享 基本上来帮助我 人的生命中有遇到几个情况 我要鼓励你开始 有一些的学习跟挑战 什么叫做能力 什么叫做压力 你可以看着我好不好 圣经上说 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 那我要问你在里面的是什么 你注意看着我 当你里面的比外面更大的时候 这个叫做能力 干嘛说能力 我面对许多的环境 我不害怕 我老练 我纯熟 我面对许多事情 大家都觉得抗压性 就是觉得很辛苦的时候 我的里面比外面更大 这叫做能力 当我的外面比我里面大 我的里面没有信仰 我的里面只有我靠我自己 而我发现自己 靠不住的时候 还叫做压力 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你的里面要够长大 靠你自己不行 唯有耶稣可以 最后面一件事情 什么叫做进入到文化 就是开始我们要培养 一代接着一代 你知道我们要开始 能够改变世界 我们要开始能够创造新的文化 是因为我们不断 持续不断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需要你来成为我的帮助 荣耀丰收教会在一开始建立的时候 就是一个以青年为主体的尝试带领一个觉醒 一个更新运动的一个教会 年轻人没有钱 但是年轻人有时间 年轻人有梦想 年轻人可以成为下一代接棒的人 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同工 我希望你将你的时间 将你的金钱 将你的所学 跟我在一起 我们一起来成全下一个世代 要奉耶稣的名 下一个世代被兴起 长久持续不断的 我们的福音的圣战室在里面 你就会开始看见 你所恨恶讨厌的文化 会开始改变 我相信 因为我知道它会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